安持续对垒的此刻 中国之前才宣称说逮捕了上百名的台谍 那么同一时间 我方检调也宣布侦破了一起共谍案 军情局退役的岳姓少将 还有张姓周姓两位退役的上校 被调查局监听锁定 退役之后他们多次前往中国 还疑似搜集了机密文件 交给中国的国安人员 而调查局今天是兵分三路来搜索 以涉嫌违法国家情报工作法 约谈三个人到案 持续带大家来追踪的是 中国的外交人员 之前在我国驻斐济代表处的 国庆酒会上硬是闯进去 还公然殴打我国的外交人员 而今天包括行政院长苏贞昌 还有外交部长吴钊燮都严厉谴责中国 好不过原本传出说 外交部要严你提告 要向中国讨回公道 不过现在在斐济当局的斡旋 外加中国撤告的情况之下 我方现在是把这件事情定调为外交事件 目前没有打算提告 最终我国的外交人员在斐济 被中国的外交人员殴打 不过这整起事件呢 是发生在10月8号 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发生了十几天之后 因为外媒的报道 这个消息才传回国内 那么外界当然就有质疑的声音 为什么外交部在第一时间 闷不吭声要隐瞒这个消息呢 那么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 在今天表示说 因为我国跟斐济现在并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 如果想要争取更好的处理方式 那就不能敲锣打鼓 立委也进一步的来分析 表示说现在斐济的战略位置 对台湾而言 其实是非常重要 如果把这整件事情闹大 那刚好让中国如意 可能趁这个机会 把台湾的代表处赶走 说到这个中国外交人员殴打事件呢 却也让国民党立委 吴思怀这次真的糗大了 因为吴思怀在第一时间呢 他也抢着在脸书上 发表一些评论 结果大搞乌龙 把斐济认错 误认是我国的邦交国 甚至还骂斐济说 为什么让中国在当地社馆 这个发言的内容 当然让大家看了很傻眼 果然不到20分钟 他赶快删文出面道歉 那消息我们再来看 受到这一波疫情的影响 台湾有很多的活动规模缩小 甚至停办 那来看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现在也很担心说 这个疫情会不会在 11月的时候卷土重来 因此现在也计划说 只要在台北出现了一名 未知感染源的个案 或是单周的确诊人数 达到15例 那么今年台北的跨年晚会 可能要改成 线上直播的方式来进行 甚至有可能直接停办 那么至于大家也很期待的 新北耶诞晚会 目前其实并没有要跟进 台北这样的标准 目前是定调 全部都给中央来决定 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今年施打流感疫苗 大家非常的踊跃 好几家医疗院所 现在都陆续爆出 已经断货了 那么尽管疾管署 现在严你要添购 公费疫苗 但是国王生技直言 说目前来说 真的是很难追加生产 是什么原因 我们一起来了解 短缺的问题 不过中央这段时间 却是不断的呼吁 学龄前的幼儿 三岁以下的幼儿 赶快去施打 因为在过去这19天以来 接种率只有27.5% 不只是比去年同期还要低 也远低于今年的目标 55.5% 那么疾管署 现在呼吁国内有35万名 三岁以下的小朋友 要赶快施打 否则这一些疫苗 可能就要释出给 其他的族群 大家追踪的是知名的 明师中医诊所 被爆出逃漏税 利用价值900元的减肥券 制作不实的账策 那么最严重的是说呢 他们推出说 这个买6商以上的减肥券 就要寄出折扣 好这看起来对消费者 是有利的 不过中医师就要提醒大家 说这样的促销方式 恐怕是有违法的疑虑 容易会误导消费者 以为说这个减肥针埋线针 针数越多 效果越好 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必须要看病患的体重 还有脂肪量来做调整 绝对不是打越多越好 我们一起来了解 那是跟健康有关的消息来看 晚上很多人的追剧时间 不过来看到竟然有人追剧 追到断脚巾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南投有一名35岁的女子在家里追剧 想说趁着这个换级的空档 她起来动一动 好没有想到呢 她的脚才刚踏出第一步 就听到啪的一声 瞬间就跌倒了 那么送一检查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是她的阿基里斯剑断裂 也就是俗称的断脚巾 晚间最新的一个画面 带大家来看艺人 董志诚在今年2月爆出了婚变 跟妻子罗若云 在荧光幕前撕破脸 而董志诚今天更在 私人的脸书来做直播 证实说现在已经签字离婚 她也强调说 该拿回的财产都拿了 而她也会持续来支付 儿子的生活费还有教育费 而同时她也在直播镜头前 向妻子来喊话 说不管风风雨雨 都还是很谢谢她 俗知名的人气电玩魔物猎人 电影版年底就要上映了 而且将由二龄古堡的导演 保罗安德森 还有女主角 米拉乔娃维奇夫妻党 再度合作 而片商索尼影业 最近也已经释出了电影的预告 带您一起来看看 首部海上惊悚灾难电影海悟 由导演钱人豪指导 集结国内一流卡斯 包括刚夺下第二座金钟奖的柯家宴 还有演员郑仁硕 李里仁王阳明等等 故事的取材是来自远航传之 口耳相传的恐怖事件 全片诡诀的气氛果然马上引发话题 上映不到一个月 票房就破千万 好另外 受到疫情的影响 各国货币宽松 再加上房贷低利率 也带动了国内房市热潮 其中预售屋 因为溢价的空间比较大 买气也大爆发 而为了维护民众的权益 行政院消保处 还有内政部地政司 现在随机抽查了全国50家的建案 列出了4点最常见的违规项目 要大家注意 我们赶快来看 另外该大家关心 其实台湾的营造业 长期都有缺工的问题 不少的雇主都已经开超过一倍的工资 但还是找不到人 像是专业的技术工 说日薪呢 已经喊到7000元 但劳工还是兴趣缺缺 有劳工团体就分析说 可能是因为工地的环境恶劣 没有健保 等等很多的缺点 导致说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不太愿意投入 因此现在就算是祭出高薪 还是请不到人 执灾死亡的情形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每2.71天就有一个劳工 这个执灾死亡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人体劳动环境恶劣的问题 导致很多人他空有技术 他也不愿意进入这样的一个职场 薪资虽是挑选工作的主要考量 但本地劳工的劳工权益高涨 加上疫情边境封锁 让外籍移工进不来 而且最近房地产热潮 工地建案抢工严重 也让缺工问题浮上台面 明日新闻里的邱显富 他会报道 苹果iPhone12一推出 掀起了预告潮 其中最大亮点搭载的处理器 就是采用台积电 最新无奈米制程晶片 而对比台积电的先进技术 中国晶片龙头中芯 因为受到美国制裁遭受冲击 技术的制程严重落后 好不过中国龙心中科技术 董事长胡威武 最近却语出惊人说 28奈米够用了 这句话引发外界诸多的质疑 国际焦点来关心 美国司法部跟11个州 今天控告网络巨拨 谷歌公司 以非法垄断行为 维持自己在网络搜寻 跟广告的优势 妨碍对手竞争 对消费者造成损害 而这个总部位在加州的 Google公司 目前对于被告的这个事情呢 还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 但如果美国政府胜诉 将会改变Google企业 跟他塑造的网络经济 而事实上2019年 Google的营收 是高达1620亿美元 甚至比修压力的GTB还要高 那么尤其再过两个星期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司法部选在这个节骨眼 提出诉讼 有人认为说是一种政治姿态 要实现川普对支持者的承诺 要追究打压保守派声音的企业 而事实上 司法部跟同时呢 也在调查其他的对象 包括了亚马逊 脸书 还有苹果 好 说到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总统川普要拼连任 昨天飞到了关键州 亚利桑那州 参与两场造势活动 而另外大家很关注的 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 现在也宣布 台北时间周五要登场的 最后一场面对面的辩论会 会采用两分钟静音模式 要避免候选人互相打断 一起来了解 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来看 美英政府现在联合谴责 俄罗斯军事情报局 策划一连串恶意的网路攻击 包括试图破坏原定今年举办的 东京奥运 还有2018年的平昌冬季奥运 还有另外呢 也干预了2017年的 法国总统大选 美国司法部现在起诉了六名 俄国的军情人员 我们一起来关心明天的天气 有专业事项主播林扎凯要为大家解说 现场交还给主播 好继续带大家看的是 2017年震惊国际的潜艇杀人案凶手 丹麦发明家梅森 在今天突然从监狱逃亡 但不久后就被警方逮捕 而梅森是在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呢 威胁预警说 他的手中有炸弹 还挥着一把看似手枪的东西 然后就顺利逃狱 而警方也马上调派了大批的人马 包括狙击手警犬还有拆弹专家 赶快赶到这个现场来处理 在距离监狱差不多一公里的地方 发现了梅森的踪影 那么经过一番对峙之后 最后顺利将他逮捕 而事实上梅森他是因为打造潜水艇 声明大造 不过在一名瑞典的女记者 霍妖跟她一起出航之后 却遭到性侵杀害 甚至呢 她的遗体还被肢解丢进海里 而梅森也在2018年被判终身监禁 好稍后的新闻内容 带你来看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秘鲁古文明 纳斯卡县最近被发现一幅 超时空喵星人的图像 我们稍后一起来看 回到新闻视频视频 持续带你来关注国际上最新的消息 泰国法院今天以违背紧急命令为由 下令网络电视台 Voice TV要停播 而泰国总理帕拉育也表示说 每个人都有义务要铲除 制造或是煽乱混乱的 有害意图 他没有办法让这类的事情发生 而目前其实还有另外三家的媒体 同时也都被泰国政府调查当中 而事实上泰国政府现在为了遏止 民众对于王室的示威抗议 不但禁止了示威游行 还想要铲除对当局有害的媒体 其实也引来了非常多维权团体的批评 这是最新的一个消息提供给大家 而继续带大家来看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秘鲁古文明 纳斯卡县 最近新发现了一幅 超时空喵星人的图像 就在距离秘鲁首都南方 差不多400公里的纳斯卡沙漠 我们带您一起来看看 这幅巨型的猫科动物图 大约有37公尺这么长 那整个轮廓的线条宽度 有30到40公分 所以必须要从高空往下看 才能看见这个喵星人的全貌 而其实过去秘鲁已经发现说 纳斯卡文化地画 包括人 鱼 还有猴子 鸟 等等的这些画像 不过对于这个巨猫地画 其实有网友开玩笑说 这简直是给喵星人母星的讯息 而也有人怀疑说 这可能是恶作剧 好 虽然最后再来关注 今天下午在北市信路二段 有一名男子从银行领了42万出来 本来是要向脸书的卖家来兑换人民币 没有想到他领出这些现金 当场被抢走 稍后的午夜新闻 我们持续带大家来追踪 本来您好 我是刘品威 欢迎您持续加入这一节 民事午夜新闻 现在首先来看 中国官媒央视最近发布了一段 驱离外机的影片 大秀军事肌肉 好 没有想到这段影片 却反而引来中国网友一阵狂酸 原来说这段影片中呢 根本就没有看到其他国家的军机 有中国网友就酸说 这难道是隐形的战机吗 好 这么巧美军最近也有动作 派出了电针机到中国东南沿海进行侦查 距离中国的领海基线 只有短短50海里